根據河北省衛健委通報 1月9號 河北省新增46例本地中共肺炎確診病例 其中石家莊44例 刑台2例 新增13例本地無症狀感染者均在石家莊 河北省現有本地確診病例183例 本地無症狀感染者181例 此外 官方聲稱 在省會石家莊1月6號到8號進行的 全民集中核酸檢測中 共檢出陽性患者354人 遍布12個縣市區 其中 搞成具有298人 占87% 我們知道石家莊市的總輪口有1000多萬 在3天之內完成全部的檢測 也就是說每天需要完成300多萬人的取樣 檢測和報告 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工作量 再加上先前對中國國產核酸檢測 事跡準確率的各種質疑 所以我個人認為他們官方報導的陽性數據 還是一如既往是不可信的 美國一家製藥公司的醫學總監朱維表示 中共當局的疫情數據和西方國家的數據 根本不具有可比性 因為中國大陸沒有輿論監督 沒有透明度 當局一直在竭力控制 封鎖消息 這樣的疫情數據只能用來欺騙老百姓 國際上基本沒有採納大陸官方發布的數據 外界只能大致從這些官方的數據來 來虧測一下疫情在中國的傳播的區域吧 到底在哪些地區出現了這些陽性的疫情 再從他們封城封實這種極端控制的方式 來推斷疫情在這些地區到底的嚴重程度是怎麼樣的 時事評論員田園也談到 中共早就吹嘘說已經控制住了疫情 但實際上病毒一直在不斷的變異、傳播 而且將來很可能還會有更大規模的爆發 中國大陸它所謂的這個 中國肺炎已經防治、控制住了 完全就是一個謊言 它根本就沒有控制住 而且它這個疫情一直沒有間斷的 在中國各地不斷的發生、不斷的在傳播 9號 石家莊市內的公交、地鐵、出租車全部停運 此前 當局已下令嚴控人員和車輛流動 長途客車停運、居民小區實行封閉管理 從河北通往北京的通道被嚴格管控 此外 官方還要求石家莊全市居民居家隔離7天 嚴禁出入社區和村莊 突發的嚴厲封城和禁足措施 讓民眾措手不及 抱怨連連 有人質疑 官方說是禁足7天 但實際上小區通知是14天不讓出門 那怎麼買米買菜 還有人說 又要吃高價菜了 在大陸各地伴隨著封城、封村所出現的 還有各類的雷人標語和口號 典型的有出村打斷腿、嘴匠打掉牙 全區群眾睜亮眼、發現海龜要報告等 網上視頻顯示 一些民眾因急事需要出入 而遭到守門人員的暴力毆打 與其說這個手段是一種防疫的手段 不如說中共是把這種手段 做成了一種阻斷信息流動 徹底封殺言論自由的這樣一種極端手段 這種手段是極其的反人類、極其的反人道 並且是違反了人的最基本的人權 這是毫無疑問的 中共所謂的防疫的成功、抗疫的成功 完全是以犧牲人命、犧牲中國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權為代價的 一位河北貨車司機被長時間困在公路站點上 非常氣憤與無奈 按照官方的說法 1月2號河北出現新增確診病例 此後疫情迅速蔓延 5號河北全省進入戰時狀態 目前石家莊市高城區 是全國唯一的疫情高風險地區 目前金正確診病例 人口山東省進入戰時狀態 14.000體獲得 僅在於座位之間 16.000體獲得 活力的成功